高炮他 奧斯汀 對 阻止籃下延伸 All Side In In Side Out之後 再來 奧迪來到場上 進去裡面 舒思軒繞過籃 他兩分取得輕 好 現在麥卡洛一個人站在進區 奧迪呢 非常的有把握 如果先發能發揮 那有可能就會決定比賽的勝負 奧迪今天都沒有外線啊 哇 馬上來一個 國安隊領先一分 哇 抓麥卡洛的進攻犯規 比爾貝克跟麥卡洛都是 但不會收藏 都兩分 國安隊還有一分領先 舒緯 背後銀球 阿基在干擾他 舒緯送到奧迪的手上 埋伏在空的 教育生物啊 好 再會跟奧迪 假動作甩開之後 外線投手 奧迪的假晃喔 第二波的三分 現在手感非常的好 協防過來 再交曼妮卡出手去 一個考驗 夢想家 在歷行賽的排名比國安隊來得更高 國安隊 在關鍵的第六戰 哇 第四節這幾個三分球 真的非常非常地關鍵 對 夢想家在對林舒豪的一些雙倍 剛剛上來的楊敬敏 我要做攻擊喔 不然時間會被帶走 阿基 阿基說我沒有想要犯規 這個時候啊這個犯規是 是有人說我碰到了我要犯規 我碰到了要犯規喔 但是其實這個球 阿基也是沒有很明確啊 因為他稍微摟了一下 兩十九萬元 四十八秒 第二球小心翼翼地發進 到前場 而且沒有任何三分的劍術 但是第四 好 這場比賽最終結束 也是這個系列賽最後的關門戰 國王隊在自家組場新裝城堡 最終以九十七比八十八 戰勝了夢想家 而且他們連續兩年 在第一輪的季後賽 是擊敗了夢想家 到第一名 在第二名 在第二名 天見